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uth,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已经是2024年的1月2日了 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来读圣经又一卷 非常伟大的经卷 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废话 圣经的每一卷都是非常伟大的 各有其伟大之处 因为都是神教导我们的话语 是我们人类使用说明书 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圣经就是一面镜子 里面有告诉你 错误的是什么样子的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正确的是什么样子的 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 那么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 学习诗篇 诗篇呢我们大概要用半年的时间 所以呢我换了一个 PPT的模板 我特别选了这样一个模板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诗篇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第一章 第一章很短 但非常重要 第一章是诗篇的一个序言 它是一个逻辑非常完整的章节 我们一起来把它从头到尾的读一遍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曼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大家看到他的结构了吗 你看 他的整体结构 实际上是在讲 恶人是怎样行的 义人是怎样行的 恶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义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就是在开宗明义的告诉你 应该做义人 如果你要做义人 应该怎么办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呢 你不做义人 你要做恶人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一个义人 他应该怎么做 他不应该怎么做 就讲得很清楚 实际上要是原文的话 原文的话 开篇呢 并不是不同恶人的寂寞 不占罪人的道路 这个是翻译过来 他原文的开篇就是讲的 有福 就像那个 实际上你可以拿他和新约里边 大家还记得吗 新约里边有讲八福吗 什么样的人有福了 什么样的人有福了 所以他其实诗篇第一章 就是开头讲有福啊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 什么样的人有福呢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句话 大家应该把它背过来啊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其实这样的句子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 我们前面呢 已经学过了 大家想一想 在生命记 比如说生命记第六章 四到九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防腐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要无论你是坐在家里 要无论你是坐在家里 还是行在路上 是躺下还是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不仅仅是你自己要记在心上 还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简单一句话 用诗篇的话就是什么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那么同样呢 大家想一想 在约书亚纪第一章 五到九节 我们复习一下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着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也说得很清楚吧 你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无论往哪里去都会顺利的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那昼夜思想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你能够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你要谨守遵行 如果你不昼夜思想的话 你就做不到谨守遵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要记在心里 我们还要教训儿女 无论我们坐在家里 还是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一谈论 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无论你谋划什么 你都要想着 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你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你要谨守遵行 在你的生活中的一切事上 要谨守遵行 而这样的话呢 无论你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无论你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必与你同在 所以在诗篇里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比喻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是一个比喻 非常美妙的比喻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讲述我自己的 这个教育之路 我就用的是 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哎呦 非常喜欢这个比喻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所以我相信我现在 我告别了我过去的生活 我失去了那个世界 我放弃了那个世界 但是我 我不害怕 我像约书亚一样 是吧 我 刚强 壮胆 我大大的壮胆 是吧 我相信 一定能够按时后结果子 这个时候不是我决定的时候 而是 神决定的时候 个案其实 成其美好 我的叶子也不会枯干 凡我所做的 尽都顺利 因为我做的 不是为我自己而做的 我是在为主而做 我是在为主做工 我日夜思想 神的话语 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我要努力的 在日常生活中 大事小事上 谨守遵行 这个律法上所写的话 努力的去 去做的 当然有的时候 可能我做不到 那个时候 我就要提醒自己 哇 你没有做到 你怎样才能够提醒 你自己没有做到 因为只有当你 昼夜思想的时候 只有当你 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你都在思考他 你都在谈论他的时候 你才能拿他 当做一个准神 来衡量你自己 你才能意识到 自己是偏左了 还是偏右了 是吧 才能要求自己 不要偏离左右 啊 非常哈利路亚 那么 但是 你作为一个 有福的人 你这样做了 你就会有福 可是如果你要 不这样做呢 就是你要怎样做 是吧 你要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要昼夜思想 要谨守遵行 那么就会 按时候结果子 就会叶子不枯干 就会所做的 尽都顺利 就好像一棵栽在 溪水旁的树一样 但是如果 你要不这样做呢 你会怎样做 你会 听从恶人的计谋 站在罪人的道路 坐在泄满人的座位上 这前面 这三个短语前面 都有一个否定词 不 是吧 就是说你不要 从恶人的计谋 不要占罪人的道路 不要做泄满人的座位 有的人可能说了 这个恶人的计谋 罪人的道路 泄满人的座位 这三个短语 这是不是 在这个 表示一种啊 循环往复 一种重复啊 不是 这三个短语是什么 这三个短语 实际上 它是递进的 它是递进的 从恶人的计谋 就是什么 那个恶人 谋划了一个计谋 告诉你了 或者说你看到了 然后呢 你跟从 随从作恶 你是一个什么 你是一个跟随者 哎呀 然后你发现 哇 这样他们 他们做了之后 竟然可以得到利益 啊 那我也这样去做吧 是吧 这是你 跟随他们去做 这叫从恶人的计谋 而 战罪人的道路呢 这你就变成了什么 你就变成了一个 主动 发起啊 一个 一个啊 一个啊 一个行动的人 你成了一个 主导 去执行的 站罪人的道路 站到那犯罪的路上去了 啊 而坐 卸曼人的座位呢 你想 坐在那个 座位上 哎 是个卸曼人 卸曼人 很傲慢呢 不在乎啊 是吧 你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你坐在那个座位上 你想想 你从一个听从计谋的跟从者到一个站在犯罪的道路上的一个主要的犯罪的实施者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谋划者一个策划者一个完全的是吧 幕后主使掌握了权柄 也就是说人在作恶人在犯罪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是会上演的 这就是从恶如崩啊 你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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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峰造极 举个例子啊 我们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巴拉克奥巴马 你看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他一开始年少的时候 是吧 他接受啊 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啊 然后这个左派的这个教育啊 是吧 他觉得这个是 这个让他感受到非常可以放纵自己 是吧 他是从恶人的计谋 跟随他在大学里啊 是吧 那些老师啊 去学这些东西 然后到后来 他 大学毕业 然后自己又什么 这个什么 包括上学的时候 又吸毒啊 是吧 又这个什么LGBT 这些东西啊 什么这个 嫖娼 是吧 嫖男计啊 然后自己做男计啊 然后呢 这个 搞各种 这种性的淫乱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等等啊 他就是战罪人的道路 他自己去 犯罪 然后到后来 他做了美国的总统 然后 总统连坐八年 完了之后呢 还在幕后 指使拜登 是吧 人们美国人一般都说 他现在是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 甚至 啊 为很多 比如说哈佛 刚刚辞职的这个根校长 是吧 他为他站台等等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幕后的主使 啊 成了这个幕后的主使了啊 这就是 他已经做到那个 泄满人的座位上了 所以奥巴马的成长史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 从恶人的计谋 战罪人的道路 到做泄满人的座位的 这么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大家要引以为戒 等到你 做了泄满人的座位之后 那真的是 就下不去了 哈哈 啊 然后大家再想想毛泽东 大家想想毛泽东 是不是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个一生 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恶人要做恶 如果你不 你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你不昼夜思想 那么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从 从恶人的计谋 到战罪人的道路 到做泄满人的座位 这样一步一步的 滑向罪恶的深渊 你就不可能 啊 成为有福之人 在耶利米书里边 也有类似的句子 说 以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 栽于溪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道 并不惧怕 叶子仍然仍必清脆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比方说 你看川普 是吧 人家就是 炎热来道 也不惧怕 你不管这个左派 怎么联手 还媒体 这个法司法 要来攻击他 来陷害他 是吧 通俄门等等 他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清脆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人家的孩子们 是吧 一个个 是吧 这个孙子 孙女们 你看看 一个个出来 那都是美好的果实 清脆的枝叶 然后你看看拜登的儿女 奥巴马的女儿 是吧 哎 那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向康比 被风吹散 在毛泽东的后代 你看毛泽东的后代 大家想一想 是吧 这真的是 上帝是公义的 是公平的 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你看乔拜登 真的像过街老鼠一样啊 不管他去哪 然后人们都列队相迎 Fuck Joe Biden Fuck Joe Biden 真的是 自己脸皮得多厚啊 是吧 而你看川普 不管到哪里 人们都是 I love Trump We love Trump We love Trump USA USA God bless you 真的是天壤之别 这还没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 其实上帝已经显示出来了 恶人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灭亡就是恶人的终极的结果 而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的 义人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义人的道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不管他行到哪里 不管他面对什么样的 炎热也好 干旱也好 是艰难困苦也好 凡他所行的 必都顺利 他的道路亨通 凡是顺利 只要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 你不用怕炎热 你也不用怕干旱 因为你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 你的叶子永远会清脆的 你的果实肯定会按时结果 因为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你能够谨守遵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 不偏离左右 所以无论你往哪里去 都必当顺利 所以你不要惧怕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ose 石金霞 今天是2024年1月2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新年到了 2023年也结束了 在我的蒙福故事书里呢 我有两个节目 大家去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节目是告别2023年 我失去了一个世界 一个节目是迎接2024年 我要在新世界里去挖我的水井 欢迎大家到蒙福故事书里去看这两个节目 告别2023年的节目 我是今天早上直播的 迎接2024年的节目是明天早上 每中时间直播 欢迎大家来参加直播 也欢迎大家呢 这个PayPal或者是WeChat 赞赏支持我的事工 更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爱你们 修行